字幕志愿者 微信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讲第四章 有关于资料处理的概念与方法 过去我们已经谈过资料的概念 了解了资料的来源 我们知道到处都有资料 资料也经过了分析整理之后 可以提供给我们作为很多的资讯 所以接下来的部分 我们就透过教学的投影片 来跟同学介绍一下 资料处理的一些概念跟方法 之前谈过的这些资料的概念 或是资料的来源 都代表的处处都有资料 例如我们教育部 有统计的动态视觉化平台 这个视觉化的平台 就提供非常非常多各级学校 它的地理资讯 还有地区别统计查询的资料 这些资料还包括了 动态资讯的统计图表 那这些图表其实都相当的清楚 提供的资料内容很丰富 从这些资料的统计里面 你就可以查到各级学校 包括它的地理资讯 还有地区别的统计 所以这些资料带来丰富的资讯 另外又比如 我们各个公家机关 都有提供一些资料 开放给民众查询 例如政府资料开放平台里面 有提供了这么多跟民众有关的资料 从生育保健 求学进修 求职就业 或者是休闲旅游 就医 选举投票 以及老年安养 这么多的资料 都可以提供给民众来查询 那这些开放的资料 其实最大的特色就在于 大部分的资料都是可以免费获得的 而且这些资料都是真实的资料 所以有这么多的开放资料 我们就要有一些方法来搜寻 我们查询资料都有我们的动机跟目的 所以今天课程的进行 大概我们就预计 第一个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哪些搜寻的工具 怎样来利用这些搜寻的工具 搜寻到我们要的资料 以及这么多的开放资料 我们怎么样来运用 怎么样来取得 我们会举两个例子 透过开放资料的平台 去搜寻我们要的资料 第三个我们要运用这些资料 在运用这些资料之前 我们要有一些软体 我们要熟悉这些应用的软体 来分析来整理 我们所查询到的资料 最后再把我们所搜寻完的这些资料 分析整理完之后 把最后的成果完美的展现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 大概有四个流程结构 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收取资料的部分 要让同学明白我们的动机跟目的 来搜寻资料 以及从资料怎么来的 资料怎么下载 有了下载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进行把这些资料做分析 把资料上传 把这些资料分析上传之后 再加以编辑 分析整理完的资料 我们再把它制作成图表 制作成图表的部分 我们要先确认资料 利用我们的图表编辑器把它做成漂亮的图表 那这样的一个成果 我们再把它美化把它展现出来 作为我们今天搜寻整个制作的成果 所以这个是大概今天整个课程的流程 首先我们都知道 搜寻资料有很多的方式 那这些资料通常就是透过测量 调查实验等等的方法所取得的数据 那这些数据基本上取得的方式 当然各有不同 透过调查的或是透过实验的 甚至透过测量的都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 事实上量越来越大 一般我们就出现了所谓的巨量的资料 巨量的资料在英文来说是Big Data 通常有三个像度来描述巨量资料 第一个就是它的规模 第二个就是它的速度 第三个就是它的多样性 所以与巨量来说 巨量的资料 它的规模相当的大 另外它产生的速度也非常快 而且它有非常多元 非常多样性 所以Big Data 一般我们把它翻译成巨量资料 可能比翻译成大数据来的贴切 因为数据指的是纯粹的数值资料 而资料就可以包括数值文字符号等等 所以巨量资料就是及时的资料 因为它不断的产生 所以能成期待 这些资料就是时时刻刻都在更新 时时时都在产生就变成一个即时的资料流 例如我们在交易市场的交易资料 随时都在进行买卖 或是医院医疗系统的资料 随时都在进行更新 因为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 所以成为巨量的资料 好 那这么多的资料 我们要搜寻 当然有我们的目的 有我们的动机 我们今天举个例子来说 对于未来 同学都有一个理想 都有一个目标 希望以后能够有一个高就业 高薪水 以及高低位的工作 代表着我的未来不是梦 那这样的一个高就业 高薪水 高低位的理想目标 基本上我们都清楚 就是要透过求取更高的学位 所以为了追求更高的学位 我们可能要选择出国留学 不过有这么多的国家地区 哪一个学校好 哪一个学校比较适合 那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你可以到国外 也可以在国内 你可以选择国外的建桥 哈佛 麻省理工 或是其他 比如牛津大学之类的 那这么多的大学 哪一个好呢 这就是我们要搜集资料的动机 跟我们的目的 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一下 操作的示范 透过Google的搜寻 我们来搜寻看看 现在我们在Google的搜寻平台里面 可以输入政府资料开放平台来做搜寻 那出现的资料呢 我们把它点开 看一下 这就是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那这里面呢 你可以输入关键字来搜寻你想要的 例如呢 我们现在想要来寻找出国求学 可以去哪些国家地区 那如果我输入了出国求学 那它会出现教育部国内大专院校 选送学生出国研修的这些资料 或是大专校院 本国学生出国进修交流的数目 那基本上呢 不太符合我们的需要 我们来改变一下关键字 我们把它改成留学生 好 再来看看搜寻的结果 那搜寻出来 我们找到了世界各主要国家 知我国留学生人数统计 那这个就比较符合我们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点进去来看一下 进来之后呢 发现这里有各年度 世界各主要国家知我国留学生人数统计 所以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这个资料内容 发现这资料呢 基本上有各个国家 出国留学生的这个人数统计 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CSV 就可以查询到像这个每个年度 每一个国家 他的留学生的人数 那我们就点CSV 把它下载到本地端的电脑 资料下载到本地端电脑之后 我们就有了各个国家地区 台湾的留学生人数有多少都已经知道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资料做分析跟整理 那这些资料透过这么多的方式 包括测量调查实现实验来取得 那这些资料呢 通常我们说经过分析整理之后的资料 可以使读者了解资料所代表的意义 这样具有意义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资讯 所以资料经过了分析 经过整理就成为资讯 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另外使用者透过各种的处理跟分析的方法 让这些资料活化或者加值 这样的资料一样就变成有用的资讯 所以资料一样经过了活化 经过了加值 那它就成为资讯 所以整个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资料必须经过分析整理 必须经过活化跟加值 才能成为有用的资讯 所以在我们把资料上传到我们Google的试算表之后 我们就要加以分析整理 并且加上活化加值的处理 那这样呢 才能够展现出有意义的资讯 下载很快已经完成了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资料呢 就已经完成搜寻 我们把它开启看看 好 开启之后我们发现 这个资料的编码方式 这个资料的编码方式 看起来有点乱码 显然是编码出现的问题 那没有关系 编码的部分 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里面提到我们文字数位化的部分 会再跟大家做介绍我们的编码方式有分为ASCII 有分为BIGFI码 也有分为UNICORE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后面资料数位化的部分呢 会跟大家再来提醒 那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以透过Excel的一个功能 点选这个资料 选择从CSV汇入 汇入档案的时候 选择我们刚刚下载的这个档案 把它做汇入的动作 那汇入的时候呢 选择正确的编码方式 现在这个BIGFI码显然是错误的 我们把它更换成正确的 应该是UTF-8的一个编码方式 那在这么多的选择里面 我们找到UNICOREUTF-865001这样的编码方式 点选之后 发现转出来的中文字体就正确了 我们把它做载入的动作 载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发现整个资料出现正常的一个数字 那我们要出国留学 当然就选择最近的年度 我们把这个年度做一下转换 我们把它换成109年度 109年度各个国家地区 它的留学生人数已经列表在这边 那现在我们再把资料经过整理一下 我们希望人数由多到少 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下排序 由最大到最小做排序 排完之后 美国23724最多 最少的包括冰岛越南 在109年度没有留学生 所以整个资料已经出现在我们这边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要的这个资料呢 需要的我们把它做匡列 选择我们需要的资料 包括各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 做一下复制的动作 复制完成的这个资料 我们可以把它上传到我们Google的试算表 我们现在来开一个Google的试算表 试算表打开 我们把刚刚复制的资料做贴上的动作 就可以清楚了发现 我们已经按照人数的多寡 各个国家的人数列表在这个Google的试算表里面 好,资料在经过分析整理之后成为有用的资讯 那我们用图来表现 也就是以视觉化的效果 让读者了解资讯 分析的结果 分析的意义 那这样可以强化我们的资讯 所以我们今天会利用 第一个地理分布图 透过地理分布图 我们可以看到资料在各地区分布的情形 第二个我们会透过折线图 可以看出因为时间的不同而产生的变化情形 所以不同的一个图形展现不同的资讯 地理分布图可以看出资料分布的情形 我们可以将这些零碎的资料分布在这个地图上面 透过这样的地图 可以直觉地呈现世界各地分布的情形 透过地理位置来观察各地区的差异 以视觉化的颜色和大小的差异 来解读资料的变化 所以我们将零碎的资料 转换成更整体的观点 来诠释这个资料 第二个部分是折线图 主要我们希望因为时间的不同 产生的变化能够清楚地看出来 所以以折线的区段 透过折线线段的方向变化 来观察资料的趋势 不同的资料 用不同的颜色线段 更方便比较其中的差异 那接下来我们就透过我们的操作示范 把地理分布图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以这个选项所有的资料 我们要来做一下图表 那今天我们要选择的图表是地理分布图 首先我们选择插入图表 在四算表里面首先出现的这是圆形图 那我们希望做成一个地理分布图 所以我们把它改变图表的类型 我们选择到地理图 地图里面有地理分布图 其中还有负有标记的地理图 我们选择这个 这个是负有标记的地理图 各位就可以发现人数跟这个点数 逐渐在计算增加当中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人数越多点的颗粒越大 人数少它的颗粒就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图稍微的再放大 当你究竟点到一个小点点 就可以发现它会出现国家跟人数 奈及利亚人数只有两人 美国人数有23724人 所以就很清楚的标示出来 这些国家地区留学生的人数 另外在我们的图表编辑器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制定的功能 然后去做地理位置的变更 我们可以把中间值可以用一个颜色做取代 例如蓝色 那这就是中间的值9584 那这已经超过一万人 这超过两万人 那红色的这个部分三千多人 这个位数 这个有四千多人 那另外我们可以把地区做切换 如果我要选择北美洲 那它出现的就是加拿大 美国 如果我选择亚洲 那它会出现我们亚洲地区的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地区可以做选择变更 也可以回到全球 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 富有标记的地理图 接下来我们就操作折线图 利用折线图 给大家看出因为时间不同产生的变化情形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折线图的操作示范 首先一样我们进入Google的搜寻引擎 我们希望透过中央气象局的气象观测资料 来搜寻出台湾地区 北中南东部 四个地区 不同月份气温的差异 所以我们先从北部开始 北部呢我们找到大屯山的气象站 来查询一下我们2020年的一个年报表 那根据这样查询出来的结果 2020年从1月份一直到12月份 它的一个气温的情形 这个是北部大屯山 所以我们把这个部分做一下资料的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先把它的档名 做一下记录 这个是北部大屯山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中部地区 台中的话 我们可以找台中市 一样查询2020年的年度气象资料 那这个就是台中市1月份到12月份 它一个气温资料 一样做下载 下载之后 我们把资料用Excel打开 好 这是台中的资料查询出来 1月到12月的气温 我们一样用CSV把它下载 下载之后把它打开 那我们一样得到的这个是台中地区 它的气候 我们一样先加注一下台中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温度呢 做一下诸气 这个是台中地区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再把南部地区 我们找出屏东 我们屏东地区 我们来查询一下 墾丁 一样2020年的年报表 好 那这个就是墾丁地区 2020年1月到12月的温度 我们一样把它做下载 下载之后把资料打开 那这个是墾丁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把东部找出花莲好了 我们找出花莲地区 我们来找花莲的进谱部落 它的年度 2020年度的气象 好 那这个是花莲地区进谱部落 一样做下载之后 我们做一下标记 东部进谱部落 好 那这样我们就有北中南东 四个地区的气象资料 我们再分别把资料 上传到我们的Google试算表 首先我们把Google试算表打开 开一个新的Google试算表 我们先把这个名称取名为 台湾地区 2020年 地区 年度 气 温 变化 表 台湾地区2020年 地区年度气温变化表 首先呢 我们把台湾北部的先把它复制上来 那这个是台湾北部大屯山 我们把它复制到我们的Google试算表 先贴上来 那我们先做一下资料的整理 这中间的这个资料呢 我们暂时不需要 我们把它移除 先删除这几个栏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需要中部 这个是中部台湾地区的 我们只要复制这个气温 这个栏位就可以了 一样回到Google试算表 把它贴上 再来我们要南部 南部肯定的气温 把它复制 再把它贴上来 以及我们找到的东部 东部进浦的气温 一样复制 贴到我们的Google试算表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再做一下整理 这个栏位 这一列 横的这一列 我们暂时也不需要把它删除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北部中部南部 还有东部 从1月份到12月份 每个月温度的变化情形 那我们把这个部分做一下圈选 然后真正的把它图表化 做插入的动作 插入图表 那我们选择的是折线图 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可以发现 在台湾地区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 从1月份到12月份的变化 1月份的温度以北部最低 在10度上下 中南部东部大概都在20度左右 然后从3、4月份逐渐升高 到6、7、8月份到达最热的时候 但是北部的大屯山上 它的温度还是在25度上下 到了8、9月份温度再继续往下降 一直到12月份温度是最低的 所以整个台湾地区 一年世纪的变化很明显 另外我们也可以在图表编辑器的地方 选用自定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图表 再把它加以美化 我们可以在这边选择图形 然后选择点的大小 这样就可以更清楚的标示出来 而且我们会发现 南部墾丁 中部还有东部 它的温度相当接近 唯有北部 那这中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在于 我们中部、北部、南部、山上跟平原各有不同的温度变化 北部我们选择的是山区 那中部、南部跟东部选择是平原区 也可以从这边看出这样的差异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展现的这个折线图 从折线图的线段趋势就可以看到温度的变化情形 在不同的页份可以知道它温度的变化走势 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边 我们透过了图表化的一些数据 把资料整理过后成为有用的资讯 今天透过了地理分布图 还有折线图 把一些成果 经由视觉化的一个图表展现出来 希望同学都已经明白 都能够收获满满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 祝大家再会